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03回 大殿的废墟中,徐徐地飞出了马梁和杨鹿两道人影 其中杨鹿单手抓着一颗圆乎乎的东西往嘴边送着 似乎在大口咀嚼着什么 啊,非同梁 一名眼前的卫士一眼就看清楚了杨鹿口中正在撕咬东西的真面目 当即惊怒监吾家的大叫了一声 紧致攻击 看到此景所有人哪儿还不明白啊 冲入殿中的族人十有八九全都遭遇了不测 当即不知道谁怒吼了一声 顿时啊,所有的卫士纷纷开始催动空中的复阵气境 五色光霞再次一闪 三十六颗赤红的铜柱表面 刺目的红光一闪 各有一道红色光柱冲着杨鹿一旁而出 哈哈哈哈 就这点尽致也想奈何于我 杨鹿狂笑了一声只是猛然一吸气 身体顿时如吹枪一般的巨大了起来 同时呢,一件黄色的战甲在体表一现浮出 瀑布之声大起 红色光柱以及土黄色甲衣之上 如鸡枯木一般的纷纷一闪而灭 包裹在里面的杨鹿赫然是毫发未损啊 来来不往非离也 你们也借我一招 杨鹿见此情形一声鸣笑 一只大手只是虚空一招 一只黑色的巨虎凭空浮现 两手一抓用力的向四面八方猛然一轮 刺耳肩鸣之声爆发而出 一道黑色的韧圈猛然之间从杨鹿的身上一发而出 冰上四面八方一闪而逝 瀑布之声大起 三十六根炙红铜柱 在黑盲一闪过后 几乎同时从中间一闪两截 其所幻化的红色光幕也一下子溃散而灭 杨鹿黑黑一笑 正想再出手将剩下的甲屯族卫士全都一闪而进的时候 旁边的马良却有一些不耐烦的说了一句 走吧 这些低贴家伙有什么可杀的 还是办正事要紧 是主任 杨鹿心中一惊 急忙恭敬地答应一声 随之 抬手将手中的黑斧化为了乌有 身形转瞬之间恢复了原先的大小 于是二人呢 对剩余的卫士不管不问 顿光一旨就向某个方向激舍而去 以二者的顿速 不过半个时辰就顿出了千万里之外了 眼瞅着二者横穿了一片草原 眼前出现了一片巨型山脉的时候 忽然黑袍青年的神色一动 竟一下子停住了顿光 主任 这出了什么事情啊 杨鹿自然紧随也停了下来 有些不解地问道 没什么 只是有个不知好歹的家伙 追了上来 马良淡淡地说道 竟然有这般不知死活的存货 放心主任 那就交给属下来处理吧 杨鹿恭敬地说道 来人修为不弱呀 你不见得能够轻易取胜 马良却摇摇头回答道 这个人竟有这般的实力 莫非说是甲团宗中的那一个人 这倒是凑巧得很呢 杨鹿闻听此言先是一愣 他马上想起了什么 面带一丝怪之色出来 哦 你知道后面这来之人是谁吗 马良看了杨鹿一眼 有些颇感兴趣 若是属下没有猜错的话 那个人应该是赫赫有名的 甲团族第一太上长老 据说其实力之强 和我等真灵相比 也不逊色分好啊 名气之大 足可以排进整个灵界前五之列 杨鹿有一分凝重的说道 前五 这就难怪如此孤身一人的追下来了 好吧 既然如此 那就好好的招待一番 将其惊魂也炼化成万灵血洗的主灵吧 马良说完之后一阵冷笑 随之啊 只见他袖子一抖 一颗寸许大的血色小印从中击尸而出 一闪击尸之后啊 就化为了一团血光 没入虚空中不见了踪迹 旁边的杨鹿 看见血色小印的时候 脸色不禁微微一变 瓷宝的烈害 他先前和其他两名真灵联手和马良大战的时候 可是深深的领教过的 要不是三者联手也无法抵挡此印的恐怖的威能 又怎会被逼动用那伤己伤人的法则之链手段呢 就在杨鹿心有余地的时候 后方天空当中 雷鸣之声一响 一只十几丈长的白骨飞车 在无数银湖缭绕当中浮现而出 在几个闪动过后 就一声轰鸣地出现在了离二者不过百余丈远的虚空处 戛然一声停在了半空中 白骨飞车前端 赫然那有一名枯瘦细长的甲屯族老者 只见此老者是满头灰白长发 双目呢碧绿阴森 两只交叉放在身前的手臂上 套着十几个大小不一的骨环 肩头两侧 则各有半截数尺高的骨帆迎风飞动 番旗上面的灰茫茫一片 但隐约有无数的鬼影若隐若现 并传出了一阵阵的鬼哭狼嚎之声 真灵 白骨飞车上的甲屯族老者 目光只是在对面二者身上一扫 当即瞳孔一缩停在了杨鹿的身上 并大吃一声叫了出声 哦 阁下倒是眼尖得狠啊 竟一下子认出了本座的来历 杨鹿见此也大感意外 但面无表情地回答道 道友既然身为真灵 为何要在本族禁地外大开杀戒 甚至还毁了本族的跨大陆传送法阵呢 甲屯族老者脸色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 这才神色一缓地问道 没什么 只是你的族人太没有眼色 既然敢得罪在下的主人 也只能让他们以死谢罪了 杨鹿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主人 甲屯族老者这才真的大吃一惊 他目光一动 顿时望向了马梁 这位甲屯族强者 在对方一身黑袍和有些苍白的脸孔上一扫之后 脑中灵光一闪 顿时啊就想起了前不久 才刚刚收到的那个消息 心中顿时咯噔一下 可脸上却丝毫异样未落 反而显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样啊 原来是族中那些晚辈先得罪了两位 既然这样 那在下带本族向二位赔罪一生 此事就这样算了吧 在下还有一些事情就不在此多逗留了 呃告辞告辞啊 还刚落 这位甲屯族老者就单足清醒一点 顿时身下骨车是一声霹雳啊 就在无数电弧涌现中后退倒飞出去 既然来了 那就不要走了 杨露一声灵笑 毫不犹豫的一步踏出 同时单手虚空一抓 鼓坠中 漠然就多出了那柄黑色的巨腹出来 并一抖 向前狠狠一跌而去 呼了一声 一道黑茫茫的任王 从黑腹上一闪而出 化为了一片黑色的浪潮 直奔着骨车 是一跌而去 骨车上的甲村足劳者见此情形脸色一沉啊 一条手臂只是微微一抖 顿时上面的一枚骨魂吞射而出 并在呜呜声中 一下子化为了母虚一般的庞大 体表泛起了无数灰白的符文 迎着那黑色的任王 是一撞而去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骨环缩小如初一谈而回 而黑色的任王呢 也在这一击之下 尽数的溃散而灭了 但白骨飞车后退的顿速 却丝毫未受影响 并一闪就到了千余杖之外的地方 正当甲屯足劳者倾吐了一口气 心中一松 打算全力催动飞车一个掉头 要全力逃之夭夭的时候 天空中忽然呼噜噜噜一声巨响 一颗小山一般的血色徐印虚影 是凭空不见而出 并徐徐一落而下 此音看似下落之日徐环 但一个模糊过后 就无声地出现在了白骨飞车上方处 同时呢 一轮法则波动 先一步地顺序而下 甲屯足劳者看到心中一脸 急忙两个肩头一晃 那两只白骨斑鸡当即是飞逝而出 迎风一战过后 就分别化为了十几丈长 里面鬼哭之声一声 立刻总能冲出了数以百计的恶鬼出来 眉头都轻炼刘牙 浑身是煞气惊人 都有合体机的恐怖实力 而十几美骨环呢 也同时啊 从老者的两条手臂中击射而出 并后呜呜作响 或掌刺不定分别展现出了不同的威能 直奔血色形虚影是一杂而去 一件脸面的巨响当即在空中传了出来 十几美骨环后发先制的 在和血印虚影一接触之后 全都一阵寸寸碎裂而开 上百头恶鬼 更是在被血色血印的法则波动一卷而入后 也纷纷一闪溃洒洒而灭 血色血印虚影呢 几乎丝毫影响没有的 仍然是一阳而下 甲屯独老者目睹此景脸色大变 不扎思索的 单手猛然一掐法绝 一下子是将体内庞然法力 全都灌注到了身下的飞车当中 顿时啊 白骨飞车 体表的银狐狐闪 一个模糊 竟然一个翻身就化为了一条 被电弧缭绕的五爪鼓龙 仰手一声怒吼过后 叫一个闪动的从原处瞬移而走 原处马良见此情形却哼了一声 单手呢只是一擦掘 一根手指 冲血色血印默然一点 习印虚影当即一晃 体表众人一片血色浮纹一闪而逝 同一时间 下方鼓龙四周处则砰不砰几声传来 竖条血红色的触手从虚空中弹射而出 并出其不意的一下子锁链一般的缠到了这鼓龙的身上 任凭鼓龙身上是雷鸣震天的 拼命的昌牙舞爪 却没有办法摆脱这些触手分毫 站在鼓龙头龙头龙之上的甲屯族老者心中一冷啊 他马上一声低吼 还一张口 树团精血 一下子就化为了血雾 喷到了鼓龙的身上 顿时呢 鼓龙空中一声龙吟传出 神区一下子在电弧包裹当中疯狂的长大 顷刻之间就摇头摆尾的化为了千余杖之巨 竟要凭借庞大的体型硬生生的侦破身上的血色触手 但是老者心中一沉的事情出现了 十几条血色触手竟然随着鼓龙体型胀大 同样的为之狂胀不断 竟如复古之躯一般的始终的缠绕在了鼓龙的身上 并最终一闪过后化为了滚滚血河将在鼓龙是彻底的围困在了其中 驾屯足老者的脸色这个时候真的是难看至极呀 神念在稍一扫过空中洗印中用寒的庞然法则之力 脸上呢更是情不自禁隐隐带有一丝恐惧之意 好 好 可为老夫不留心也不行了呀 那就让老夫好好领教一下阁下仙界的秘术吧 甲屯足老者心中一横 随着一咬牙 三人手一拍头颅 天灵盖竟然一闪自行打开了 一股繁衣之声 从其头颅内传出 一个和老者面容一般无二的小人从中一飞而出 此小人呢和老者本体不同 身上穿着一件金灿灿的假衣 一手提着一杆赤红长枪 一手啊捏着一口白骨小钟 但头颅后赫然另有一张正灵异常的鬼脸 而小人刚一飞出的瞬间 立刻身心一扭 一下子一个模糊 幻化出了十几个一般无二的小人虚影 这些小人虚影同时呢将手中的赤红长枪往高空一举 顿时十几条赤线滚滚一有而出 再往同一处一灵过后就化为一条 生有十几颗头颅的庞然火蟒 巨兽所有的头颅都仰手一声丝鸣过后 就冲着空中巨大的起因虚影是一扑而去 同时呢这些小人虚影 另一只手中的白骨小钟也全一炮而出 迎风一让 画背着杖许巨大并晃了一晃 空中立刻遍布的 堂堂的清脆的钟鸣之声 有些意思 想不到这枫原大陆上 竟然有人打算先下手为强 也要召集大量强者共同对付 赫连商盟当初在谢天大陆 被我斩杀恋化了惊魂的那名强者 好像也是此盟中人 既然此盟中人如此不知死活 那本先就直接找上门去 先灭了此盟再说 马良五指一松 手中一具仿佛死屋一般的 甲屯族老者的尸体 就从高空坠轮下 同时口中一阵冷笑 赫雷山盟 主人 此盟实力力气不弱 甚至整体实力 不在脚斥足之下 主人 您还是要当心一些呀 杨璐在旁边恭敬地说道 再见过了 这位真仙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就收拾掉了一名实力不在自己之下的强者之后 这名精灵的就再也不敢有丝毫的其他的心思了 此盟实力越强 主人尽管施法 属下一定做好护法之事 杨璐不加思索地说道 好 那就在前面找一处地方 来做此事吧 马良点了点头 于是二人当即呀 顿光一起直奔前方巨型山脉 击射而去 数个时辰过后 在山脉中心处的一座巨大的山峰之顶 黑袍青年双目紧闭地盘坐地上 深浅一颗非白金球滴溜溜地转动不停 一张血红的鬼脸从上面徐徐一发而出 马良一根手指啊 冲着金球只是那么一点 当其鬼脸脸上是猙獰之色一现 双目一下子死死地盯住了某个方向 并在下一刻 一下子就喷出了一颗血蒙蒙的光球 此光球只是一个闪动 就无声地没入到了黑袍青年的眉宇 哼 果然那两个家伙跑到了此大路来 看看其所处的方向 似乎和那个贺连商盟所在极其相近 怎么 难道说他们就躲到了那里吗 马良稍目睁开之后 脸上带着一丝惊异之色 既然商盟之人打算冲主人图谋不轨 的确有可能 庇护那两个对主人不敬的小辈 站在一旁的杨鹿演出滴滴滴一转 急忙这般回答道 若是如此也好 正好将他们潜到一起解决了 马良浪笑了一声再张口 呼的一声将金属和鬼脸 再次化为一团黑白之气 吸入了腹中 马良神色一宁 往头顶出一拍 顿时一阵金光缭绕过后 一个散发五色光瑕的光芒萌的小人 凭空浮现而出 只见这个小人和马良面容一般无二 但身躯晶莹剔透 竟然仿佛流利躯体一般 一只小手只是虚空一招 当即一道金色的葫芦从体内一脚而出 在附近处一阵盘旋飞舞 流利小人神色素然 两手一掐绝之后 实际那当即车轮一般的 冲金色的葫芦连堂而去 此葫芦一声嗡鸣 一个灰白色的虚影 从中一冒而出 这虚影啊 看似是一个面容俊美异常的青年 但是双目无神 只是静静的悬浮在虚空处 并且身体中隐约的有一条黑白光带和葫芦相连 流利小儿 一声低贺 手中的法觉一顿啊 体表五色霞光一阵疯狂的流转不定 俊美的青年 虚影则一阵模糊过后 忽然双目有神的朝某个方向 飞扑而去 但只是飞出去摆鱼杖之后 就被那黑白光带 狠狠一拉而住 哈哈哈哈 终于找到了此次下界的目标 看来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轻易地返回宣界了 流利小儿脸上喜色一现 忍不住一阵大笑 接着只见小儿手中的法觉一变 自身和金色浮露 以及俊美男子的虚影 全都一闪消失不见 下方 马良本体双目则满是兴奋之意 一针而开 能如此轻松地借一丝残魂 感应到目标所在 这实在是大大出乎其预料之外的事情 恭喜主人 那我们下面是先去找主人此行的目标呢 还是先去那赫连商盟啊 杨璐也满脸笑容地说道 既然知道了我此行目标的准确位置 他不用担心他会跑掉 还是先解决掉赫连商盟 这些跟我作对的家伙吧 反正呢也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的 我呢万灵血洗还正缺少几场盛大的血迹 才能正式地计量完成啊 马良略传过后就面线一丝猙獰地说道 杨洛为言自然不会有什么不同意见 于是二者顿光一起 奔某个方向急舍而去 而就在先前马良动用那张金服改一目标的时候 在灵族灵域的禁地当中 一座体表泛着思思蓝芒的鲜鱼杖的冰封下方 一名被移到到伏练是困兽的这本青年 正双目紧闭陷入昏迷之中 忽然之间 他眉宇处的金色的灵纹 骤人之间闪了一下 被眼皮覆盖的眼珠似乎也不经意地蹲了一下 喷一声 俊美青年面前波动一起 一个持水高的白袍小人 在冰封中一闪而现 他满脸紧张地往府近处扫视不定 最后目光一闪落到了俊美青年的脸庞之上 半闪过后 白袍小人仍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他脸上的惊疑之色并未去掉 反而略沉淹之后 单手一掐绝 口中无声地动了几下 结果片刻的功夫过后 一道白红从远处积舍而来 一个闪了过后 一名面容和小人一般的白袍老者无声地出现在了冰封前 出了什么事情 为何要召唤我过来呀 白袍老者冲小人神色凝重地问道 刚才好像出现了一些异常 但我检查过府间禁止 并没有发现什么 你在外面可有什么发现 小人正式地说道 外面 外面没有什么事情啊 我一直守在这入口处 若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不可能一点感应都没有的呀 白袍老者有些意外 既然一切无事 刚才的异动是怎么回事啊 他明明已经被我等彻底的封印住了 连神面都不可能有一丝妄动的呀 小人却眉头紧重 如此的话 可的确有些古怪 白袍老者也不敢大意地沉阴了起来 哎 最近外界可有什么大事发生吗 小人目光闪动了几下忽然问了一句 大事 没有啊 自从魔族被打退之后 福建七语除了人族势力有些增长之外 还其他的一切如常啊 白袍老者一脸胡须十分肯定 这位灵王虽然说实力非凡 但是在灵界却极其低调 赫连商盟不知其真正身前喜爱 自然没有将其列入联手之令 更不会将先人出现知识相告 那可能是我多心了 我再检查一边禁止 若是无事的话 就应该真的只是一个巧合了 小人神色微微一松 轻吐了一口气 好了 为了小心起见 最近我会让外界的守卫再增加一倍 以防外衣 白袍老者想了想之后 也只好如此回答道 小人点了点头 不再多说 单手一掐绝 神气喷了一声 自爆而开 化为了点点白光 在冰封中凭空消散了 而白袍老者呢 则脸色阴晴不定 在原地 再低头想了一会儿 觉得真的没有什么漏洞之后 就摇摇头 顿光一起 化为了一道白红 破空离去 什么 有那疑似泄击凶魔 已经来到了枫原大陆 并才向本盟所再赶来 离这里不过只有半月的路程了 贺怜伤盟的大厅当中 端坐椅子上的碧影 脸色一下大变 冲身前的一名 不起眼的中年男子问道 不光如此啊 贾屯族第一太政长老 也已经被他斩杀掉了 我等确定了此消息之后 再加上对方的外貌容颜 这才敢肯定 对方就是那血气凶魔呀 男子恭宣素揚回答道 贾屯族领地 离我们这里可不近啊 你们怎么到现在才得到这个消息啊 并从影子上吞一下地站了起来 脸色阴晴不定的贺问 毕大人啊 这 这血气凶魔的行动 是极其的诡于迅速的 那要不是对方借用 冒出传送法阵传送的时候 被本盟弟子认了出来 恐怕到现在 我等都没有办法知道 此凶魔来到枫原的消息啊 男嘴苦笑了一声 那凶魔直奔本盟而来的消息 是否也已经确认过了呀 这个应该没错的 按照他所走的路线 一路上除了本盟之外 根本并没有其他大一些的势力挡在前边啊 这凶魔会如此做 难道已经知道本盟要召集强者 对付他的事情了 男子迟疑了一下说道 此时的确应该是消息外泄了 而且多半源头 就出在甲屯族那位第一太上长老的身上了 我当初也向其发出了相关的邀请 现在他既然陨落在了这凶魔的手中 看来被对方搜红过一番之后 否则是没有办法解释凶魔眼前的举动 并眉头照了起来想了好一会儿 这才阴沉的回答道 那 那 现在如何是好啊 虽然说知道了这凶魔已经朝这边来了 但要召集那些强者的话 半个月的时间绝对不够啊 谁也没有想到 此凶魔会直接针对本盟而来啊 男子有几分惶恐了 惶什么 既然现在没有办法立敌对方 就让本盟化整为灵 先退比一下 好为召集本大陆强者 我们争取一些时间吗 碧莹却已经有了对策 暂时退别 男子闻言微微一愣 本盟和其他族群势力不同 可并没有庞大的人口族群和固定的领地 只要将所有的人手转名为案 哼 我倒是不相信凶魔还真的能够奈何本盟怎样的 碧莹到了这个时候还很是平静 哎 不错 这里确是一个好主意 行 属下这就安排撤离之事 男子终于恍然大悟 大起过望的说道 别急 除了撤离之事之外 你立刻开始传信给那些事先约好的各族强者 让他们全都到明煞之地的天外天集合 那里死煞之气浓重无比 正适合用来召唤本盟供奉的那几头上古真灵 并还是胸有成竹 在那里和那凶魔对战 自然是最佳的选择了 但是对方会如此老实地去那吗 男子听了却有几分迟疑 放心 我将六一二人请到盟中来 不就是为了用在这个时候吗 哦 原来如此 行 手下明白了 男子这个时候彻底地明白了过来 恭敬的身世一礼当即退出了大厅 碧影来回夺了几步之后 还是坐回了位子上 但满脸神色变化不定 显然在思量着什么 人族原河岛清源宫中 哈利正盘坐一块铺团上 他看着手中拖着的一团紫金色的雷团 此雷团不过拳头大小 但只见电光微微闪动 却无声无息 听不到任何雷鸣轰响之声 看起来呢 着实是诡异万分 哈利凝望着紫金雷团一会过后 忽然手腕一抖 将其一抛而出 轰的一声 雷团刚一飞出树丈远去 就立刻化为了一团电光 暴力而开 一根根紫金电丝飞溅缭绕 只让其中心处 却凭空现出了一个灰白色的孔洞出来 只有鸡蛋一般大小 但从中呢 传出了一缕淡淡的空间波动 果然可以直接破碎西空 这提炼后的辟邪神雷威力之强 应该还在原先预料之上的 哈利喃喃两句 嘴角流露出了一丝喜色 就在这个时候 其袖中忽然传来了嗡嗡之声 哈利先是一愣 但马上脸色一凝想起了什么 袖子顺势一抖 灵光一闪 一张青色的符鹿从袖口中飞进而出 一个晃动过后 就立刻有一枚枚青色的蚊子 从上面四散飞出 并滴溜溜一转 就排成了数行密密麻麻的蚊子 哈利只是宁神看了看这些青色蚊子两眼 脸色也就微微一变 果然这名真心还真的踏上了风源大陆 如此的话 这一趟不去也不行了呀 若能在不波及人族的情况下 现在阵阳或者说驱逐出灵界 那自然是最好的线索 哈利心中默默地想着 当即不再迟疑 一根手指呢 冲着空中这些青色蚊子 虚空一点 并飞快地滑动了几下 当即 这些青纹一个模糊 赫然一变 幻化成了另外一段蚊子 并也纷纷没入到青色浮鹿中 就此消隐的是浮影无踪 哈利战子情形 这才单手一招 将浮鹿一手而挤过后 随之站起来身 向密室外走去了 半个时辰过后 青园宫中大殿内 韩利已经端坐主位 向众人在交代着一些事情 南宫碗呢 则坐在韩利一旁 看似平静的脸孔上 却隐隐地有一丝担心之色 海大少等弟子 则一脸恭敬地站在了旁边 而原本闭关的银月竟也出现在了南宫碗下手处 并且神色平静异常 总之嘛 我此行破有一些凶险 虽然对赐宝还是有自信的 但是有一些事情呢 还是不得不提前交代一番的 我不在期间 空中的一切具体事情 先由往而处理 乐天和其他执事辅助一下 银月身处修炼关键时刻 只要专心闭关修炼即可 另外呢 我若真的出了什么意外 短时间之内无法返回亲员宫的话 你们就共同激发紫眉符禄即可 我在里面啊 另留下了一些吩咐 你们只要按照上面的去做就行了 杭丽最后说完 手掌一个翻转 手心顿时多出了一道紫金色的符禄 表面还隐隐的有丝丝的紫金电光闪动不已 杭丽一个气字出口 手中符禄就立刻化为了一道紫金雷光 往大殿上一根大梁弹射而出 一声轰鸣过后 雷光就化为了一个紫金色的灵纹 深深的嵌入到了大梁表面的树寸之身 边缘处整齐一长 仿佛原本就明印在上面一般 海大少等弟子自然毫无意见 南宫网和银月则互相看了一眼 也竟都默默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早 韩丽六孤身一人 驾于顿光离开了原河岛 直奔天然城所在的方向 急驰而去 类似的一幕在 风源大陆的一些族群中 都在发生着 这些族群中被一位一族靠山的大乘强者在接到了同样的传讯之后 并在各自一番不同缘由的考量过后 大都选择了立刻往那明煞之地天外天而去 甚至有一些自是强大过人的大乘强者呢 在踏上路途的时候 还满身的兴奋之情 毕竟能斩杀或者说 镇压一名活生生仙人的事情 可并不是随便就可以碰到的 那要是运气不错的话 他们还没准从这名仙人的身上 得到一份逆天的机缘呢 十几天后 赫林商盟总部所在的地下世界上空 两道人影高高的悬挂于虚空之中 其中的黑袍青年看着下方空无一人的场景 脸色难看一长 这地下世界早就被其庞大的神念扫过数遍 别说人影了 就连飞虫都没有办法找到一只 仿佛生活在此处的生灵啊 全都凭空蒸发掉了 至于说布置在地下世界的那些禁制法阵 也早就被人拆了个干干净净 那些原本呢 应该是商盟种地的建筑中 更是连一块零石都未曾留下过 主人啊 看来赫林商盟他们提前得到了消息 就抢新一步从此撤离了 杨禄在旁边说道 心中对眼前的结果也是大感意外 以赫林商盟的名气竟然会不仗而撤 这实在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他们倒是不笨呢 知道一己之力根本就没有办法对抗本先 跑的倒是够快的 算了 他们跑就跑掉算了 直接提到那两个小背吧 他们可有我种下的神魂印记 就算跑到天涯海角也是没有办法逃脱我的掌控 知道他们的话 说不定我们还会有什么意外之喜呢 马良略以沉音之后冷哼了一声说道 主人的意思是 杨禄文言一下子有几分恍然 我什么意思也没有 不过上一次也有人用这两个小背做诱饵 但他们的下场可没好到哪儿去啊 看来呢 有人打算顾忌重施 马良打了个哈欠 脸上绿色一闪而现 属下明白了 一切一以主人的意思行事 杨禄垂手应道 走吧 那两个小背修为不算什么 但是一身顿术倒是颇为不凡呢 追上他们可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般的简单 不过他们真远也应该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虽然说有些灵药短时间之内也别想能恢复多少 这一次被我追上之后 他们绝对逃不掉的 接着这马良单手一掐绝 身下妻子云雾一聚 就将其一包冲天而起 杨禄见此情形呢 也化为了到惊鸿 慌忙追击 同一时间 六翼和冰凤二人 正身处不知道多远处的一座 贺连商盟的据点当中 他们正神色凝重的 听明尊 听主着一些事情 日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605回